午餐時間來看 坐落在臺北市中山鬧區 這一個日式的老宅古雞 其實是一間私處餐廳 那麼裡面他們使用了這上等的越式料理 這精緻的功夫菜讓人一世就愛上 手絲雞有兩外皮散發焦黃色澤 不但有蜜製的醬料獨特風味 更散發柚子肉清甜香氣 皮酥肉嫩讓人一世成癮 以肉油焦零新鮮唇雞 才有著酥脆透亮外皮 熟透以後先去骨 再將皮肉分離 功法反覆精細 鮮蝦打成蝦漿 再起筋去除空氣 確保蝦球彈性 隨後放入上等的鴨杆和起司 鮮鴨蛋蛋黃下鍋拌炒 成為金色流沙狀 再讓球狀的蝦漿 滾上滿滿蛋黃泥再瀝乾 放入油鍋立刻起泡逐漸成型 等待兩分鐘起司完全融化 成為流漿 昏冤的蝦球浮起 起鍋後沉浸小碟子 終於大功告成 不是用藥水直接發泡那種 我們鎖剝的話 蝦子會比較新鮮 用菜刀直接鎖剁 然後把它打成膩 好料滿桌色香味俱全 海鮮撈飯選用上等的鮑魚海參 左鮮酥 湯汁鮮香鮮甜 而油條加入了XO醬拌炒 不再油膩 蔬菜的口感也讓人好驚喜 雲吞雞湯更是店內的必點招牌菜 必須熬煮三天三夜 才有這奶黃色的色澤 清爽而不油膩 就是他們在粵菜裡面 有所謂的上湯頂湯 它是用不同的東西去熬 熬了之後精華出來之後 再反覆的重複去熬 粵菜的話 它的做法比較多元化 那所以它每一道菜裡面 都可以很清楚的嚐到它的酸甜苦辣 鬧中取盡的四處料理 客人必須提前三天預訂 確保食材新鮮 品質口味都把關 就是要讓消費者品嘗最好的味道 記者王一廷江城眷台北採訪報導